现在在巴厘岛,猴子森林里,来看这些猴子啊,他们吃的都是红薯,这里边装的红薯啊,这是工作人员,放的红薯给他们吃啊,这个还有香蕉,这个猴子在吃香蕉,看起来这是一家猴子啊,有小猴子, 还有在身上抓狮子的猴子之间相互抓狮子,来到了巴厘岛的猫死咖啡,这个就是这个吃咖啡的猎猫啊,这边这边是这个咖啡豆, 看起来像个猫一样啊,这个是咖啡树啊,就是猴子咖啡的咖啡,这个英文叫Arabica咖啡,这是正在加工烘烤的猴子咖啡,很原始的方式啊,这边是炒锅的咖啡, 这边是给它敲碎,非常原始的工艺啊,这边是用机器烘烤的啊, 所以这边是老一颗咖啡,不是这个咖啡,不是这个咖啡, 这边是一个普通的咖啡,这个咖啡是从森林里, OK,它这边有猫子咖啡,但是有正常工艺的咖啡啊,猫子咖啡的产量还是挺低的, 它只有这一罐,其他的都是正常的咖啡啊,现在坐在这喝杯咖啡啊,喝杯咖啡啊, 这个猫子咖啡,这个店好像没什么人啊,好了,我来尝一尝这个咖啡啊, 感觉和一般的咖啡也没有太大区别啊,我以前喝过的猫子咖啡这个好像不是完全一样啊, 这个好像没有以前那个更清爽啊,坐在这吃午餐了啊, 这个餐馆,看着前面那个芭蕾岛火山,给大家看看这个周围的环境啊, 这是餐馆,里边还有,我是坐在了外面啊, 风景挺壮观的啊,那边也是一个火山,前面,前面还有两个火山, 现在来到巴厘岛的一个庙啊,看一看,这个名字找到了啊,叫Holly Spring Temple, 从紫色牌上写,往这边走啊,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树, 现在进这个庙里了,人人都要搞个这个布,把下面,呃,腿给盘起来啊,不能露腿,进这个庙,这边挺多人的啊,每个人都搞了一块布,绑上去了,把腿绑上了,这边是祈祷地方了,我看一看, 有一些人穿的绿衣服,还不一样,好,我往里边走了啊,这个庙还是挺大的啊,很多人, 呃,巴厘岛基本上都是信印度教啊,所以这个应该是印度教的庙, Holly Spring Water,往这边走是圣水啊,这个这个庙就叫圣水庙,看看这个圣水什么样子啊, 这边是祈祷的人,这个地方有人不让进了啊,我们往后面看一看,往后面走, 这边是走到另外一边呢,看一看,呃,山顶上那个房子,据说是政府官员的房子啊,这个地方不让进,前面这里边就是圣水啊,我就不进去了, 上面那房子是政府大楼啊,不让进,现在来到这个巴厘岛来看瀑布了啊,瀑布在前面,刚才买了票啊,前面就是瀑布啊,看的这个瀑布,这边,瀑布流下来的水啊,这边是一个小河,现在从上面,走到瀑布下面了啊, 瀑布下面啊,好像还有个游泳池,有不少人在游泳,从照片上看,这个瀑布看起来不是很大,但是现场看还是挺大的啊,很壮观的, 现在走到这个瀑布的最下面了啊,还是挺壮观的,瀑布下面还是有人在游泳, 我转一圈,给大家看看那个整个瀑布的风景啊, 这边,这边有些房子,这个河呢就是,瀑布流下来的水,从这儿就流走了啊, 现在走到这个瀑布的最前边了啊,下面还有很大的洞啊, 水流很急啊,水还是很多的啊,